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要过几天 一定就无人问问了 果不其然 昨天是不是就立刻出现了一个旧场新闻 那这个旧场新闻呢 并不是如同昨天在新北市所发生的逆水意外新闻一样 而是民进党刻意放出来的 那什么样的一个旧场新闻呢 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了 就是所谓的国民党有献民这样的一个新闻 而虽然什么叫献民 只要忘闻生意就可以知道 就是提供线索的民众 可是呢 对于另外两种身份的人 比如说廖尔比亚跟卧底 这两种身份的人跟献民有什么区别 要是不把他拿起来一起讨论的话 大家就会被误导 以为献民 廖标跟卧底三种人是同一种人 现在所有的绿色媒体 包括电子媒体都在疯狂报道说 民进党立法委员黄国书 在30年前是国民党安排在民进党里面的献民 先不说黄国书在30年前 当过国民党献民这样的往事 今天为什么会被挖出来的原因 我就想先请问 就算黄国书当年当过国民党的献民 那又怎么样呢 刚才我已经说过 所谓的献民就是提供献所的民众 而且他提供献所可不是免费的 是要付费的 我们在很多警匪片里面 都可以看到像这样的角色 就是警察可能在酒吧里面 或是到一个地方去找一个人 然后问他一些献所 问完以后就丢一些钱给他 这样的人就是警察养的献民 也就是靠着贩卖献所给警察 以维护自己生气的百姓 所以要是说黄国书在30年前 曾经当过国民党献民的话 那也只能说在30年前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 他为了钱为了生计为了生活 他贩卖了一些民进党的资料 给国民党这样的一个事情而已 为了钱卖了一些资料给国民党 这种事情太平常不过了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而且呢大家可别忘了 在30年前 民进党可是被宣布为叛乱组织 并不是一个合法组织 而是一个犯罪团伙 因此在30年前 要是有一个人 他把犯罪团伙的资料 贩卖给国民党的话 这样的行为 应该被视为一个主动摘奸发福揭发罪恶的一个良好市民的行为 不是吗 怎么会在30年后的今天 被那个曾经是犯罪团伙的民进党 把你的这个资料给挖出来以后 不但叫你自动推出民进党 而且呢让媒体跟1450带风向 把你从献民的身份 说成是国民党拍到民进党的卧底呢 先说无耻的民进党 以及你们那些1450跟混蛋网军 你们少这样边带风向 故意想把黄国书从献民的身份 说他是卧底 我可以告诉各位黄国书就算想当卧底 他也不配 什么原因我等一下再讲 那黄国书配当一个献民吗 我也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各位 他也不配 为什么呢 因为要是黄国书真的是献民的话 那为什么他在贩卖了这么多犯罪资料给国民党以后 民进党却还可以在30年后 获得大位独揽大权 继续在台湾的政场上 维护台湾的老百姓呢 民进党这个犯罪团伙 为什么在你黄国书 贩卖了这么多犯罪资料给国民党以后 他依然存在 他依然没有被消灭 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黄国书你能说清楚吗 要是你说不清楚的话 那我就合理的怀疑 你哪是什么国民党的献民 你根本就是民进党的献民嘛 因为你贩卖给国民党的资料都是假资料 所以才造成民进党这个犯罪团伙 到30年后的今天 他还可以继续维护台湾 继续掌握台湾的政权 要是你当年给国民党的资料都是真资料的话 何至于让民进党违获资金 所以为什么我说你是一个不够资格的献民 就是因为所谓的道义有道嘛 你既然拿了国民党的钱 但是却没有帮他实行办事 反而回过头去 去帮那个穷凶恶极下贱无耻的民进党 所以呢 所以你是献民 真的是五路献民的 你根本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民嘛 哪是什么献民 而至于现在民进党的网军们 想把黄国书带风向 把他说的是国民党派到民进党的卧底 更是一种超级无耻下贱标点的说法 因为黄国书连当献民都不够资格 他凭什么当卧底 所谓的卧底 我相信大家看过电影都知道 大部分都是好人集团 他在里面选出一个非常优秀 非常有信念 而且非常不会动摇的一个人 让他深入潜伏在坏人的集团里面 伺机破坏 以及伺机消灭整个犯罪集团 但是你黄国书是吗 要是你黄国书 真的是国民党卧底的话 那还是那句话嘛 为什么民进党现在活得这么好 而国民党越活越差 难不成你也是电影里面演的那种卧底 在犯罪集团待的越久 就发现原来待在犯罪集团 他所获得的待遇 以及他所赚的钱 是比好人集团要多上太多 因此呢 事到如今 你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 彻底黑化 直接倒向犯罪集团 侧头侧尾变成一个犯罪分子 而不想再当一个好人 你是不是就是这种卧底 要我看了 黄国书也不配事 为什么我说黄国书 连当一个卧底也不配呢 就是因为到目前为止 从国民党跑到民进党里面去当卧底 当到最后 变成民进党同路人 跟着民进党一起坐肩犯科 残害台湾老百姓的国民党最大卧底 根本就不是黄国书 而是另有其人 那是哪些人呢 头一号 当年就是那个不得好死的李贼辉 而第二号 就是那个已经是贪污犯的身份 但是却还可以在外面啪啪走的陈贼扁 而第三号 大家千万不要怀疑 就是现在台湾的领导人蔡马桶 大家不要觉得我胡说八道 蔡马桶怎么是国民党出身 不信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查 蔡马桶到底是不是国民党出身 就可以知道 我说的是对还是不对了 所以跟这三个曾经是国民党的卧底 但是到最后 他们却自甘堕落 自我黑化成台湾最大犯罪集团 以及台湾最大帮派分子的领袖相比 黄国书又怎么算得上一个合格的卧底 所以黄国书到底算什么 我可以告诉各位 黄国书根本什么都不算 充其量 不过是现在被民进党拿来利用成为 转移高雄大伙 以及罢免3Q哥 还有年底公投案的一个工具人而已 因为在找不到任何可以转移高雄大伙 以及罢免年底3Q案的方法之下 民进党只要再度使出这种成年的烂招 就是再把国民党以前威权时代 所做过的狗批刀招的事情 拿出来重新炒一遍 希望能够唤起老百姓的记忆 只要再让老百姓认定 国民党就是跟当年的威权坏分子一样 那对民进党年底的选战 以及转移高雄大伙的焦点 还有罢免3Q案 都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这才是黄国书的宪明案 为什么到今天才说出来 而且为什么会在最近的媒体上 吵得这么热的原因 而说到这边 我相信一定有听众朋友想提醒我说 我好像忘记说什么叫做廖别亚 坦白说我没有忘记 而是因为这三个字 牵扯到我们的注入代表 而这个注入代表 是我一看到听到 甚至一讲到他名字的时候 我就想吐的一个人 所以呢我才迟迟压到最后 不到万不得已 我根本就不愿意提所谓的廖别亚 以及跟廖别亚有关的这个注入代表 那什么叫廖别亚 为了照顾我们的大陆听众 我必须在这边说明一下 所谓的廖别亚就是台语发音 也就是爬子的意思 意思就是 这个人就是一个泄密者 是一个告密者 是一个背叛者 甚至于刷是一个卖国者 也不为过的一种称呼 那台湾的注入代表 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廖别亚呢 中间的细节以及发生的原因 我在这边就不做赘述的 要是想知道的 可以自己上网去查 而泄民卧底跟廖别亚 这三种身份到底有什么区别 应该这么说吧 就是要是以混淡程度来做排名的话 那廖别亚无疑就是第一混淡的 接下来才是卧底 最后是泄民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已经说过 不管是泄民还是卧底 他们做事情的目的都非常清楚 就是大部分都是为了钱 没有其他的想法 可是呢 廖别亚这种人不一样 廖别亚这种人 可能有一点心理变态的性质 怎么说呢 就是他们做任何事情 有时候不光是为钱 而是为了一种陷害别人的快感 或是可以得到组织的赏识 成就他们积攒多年 就是想当奴才的欲望 在这种扭曲又变态的思考逻辑驱使之下 他们非常乐于当一个告密者 泄密者 甚至于当一个叛国者也在所不惜 只要能满足他们这种变态的欲望 就算是出卖自己的亲朋好友 就算是出卖自己培养他的国家 甚至于人间变成地狱 他们都在所不惜 只要能满足他们这种变态的快感 这也就是为什么廖别亚三个字 会在台湾的民间社会 成为一个最让人不耻 最让人觉得下见 或是看不起的一种称呼 要是我这么说 大家还是觉得不清楚的话 那就去参考一下我们的谢祝日大使 他所干过的事情 大家就可以知道 真正的廖别亚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无耻下见德性了 只不过说归说骂归骂 纵使我把廖别亚或是谢明 或是卧底这三种人 他的祖宗十八代到他都骂了个骗 但是那又如何呢 现在这三种人在台湾 不是一个比一个过得好 一个比一个过得嚣张跋扈 而且想尽荣华富贵吗 所以我必须奉劝到现在 还支持民进党的 你们这些白痴年轻人 你们一定要慎学你们的职业 知不知道 告诉你们 你们想要在谢明 或是卧底 或是廖别亚这三种职业中 选择哪种职业的话 我真的奉劝你们 你们一定要选择做廖别亚 千万不要去当谢明 因为当谢明会有什么下场 看看黄国书就知道了 而至于能不能当卧底 那还得看你们的命 不是你们想当就能当 因此呢 最适合你们的工作 当然就是当廖别亚 至于要是你担心 没有办法做好一个 秤职的廖别亚的话 那很简单吧 我就建议你 现在立刻去跪倒 在我们的谢注入道士前面 求他收你为徒 你拜他为师 我给你保证 你只要跟着他 不出三日 我保证你就可以学到 他全部的功夫 而到那个时候 我再给你一个建议 就是你一定要反手 赶快就把你这个师傅 给出卖掉 因为出卖自己的师傅 出卖自己的组织 出卖自己的国家 才能达到一个身为廖别亚的最高境界 廖别亚的话 你自己想嘛 最不计的结果 也不会就是你把你师傅干掉以后 然后由你来接替他的职位 像这样的结果 你自己想想 是不是也是一个不错的结局 至少也比当1450跟网军香 不信的话 就可以试试看吧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